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种外形数公尺高 墙壁模样的妖怪 具有瞬间移动和具体压制的能力 遭遇怪兽袭击的人叫做亚美 为人强势 是公司中层领导 这天晚上 亚美照常留在公司加班 她的目光无意中被大楼对面的一户人家吸引 那户人家开着爱美的红色灯光 一个身穿和服的长发女人正缓缓上演着脱衣袖 亚美仍有兴致地看着 可那女人只留给她一个遐想的背影 亚美嘟囔着 你倒是转回身呀 没想到 那女人像是听到了亚美的话 真的转过了头 吓得亚美赶紧去冲了杯咖啡提神 可才出门 公司走廊的灯灭了 一个体型庞大 如一堵墙模样的怪物出现了 这就是妖怪涂壁 她看着亚美露出了自己瘦大而精致的脸庞 伴随着一声尖叫 亚美被压死了 第二个故事 油脂伞怪 这种妖怪是油脂伞放置一百年后所编 一般是单眼 兔舌 单脚 从伞中伸出双手 也有双眼 两脚的 出现在雨夜的山谷中 见到她的人会无法挪动脚步 雨夜 放高利单的混混成也驱车回家 她照常给客户打起了追债电话 对于成也的威胁 客户不断咒骂着 她应该下地狱 突然 一个乘着油脂伞的女人出现在了车前 成也赶帮一个急刹车 可那女人却不见了踪摇 成也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没太在意 就去了公路附近的公厕 昏暗的厕所里漆黑一片 接着打火机的光亮 成也看见墙上写着一行字 下集欲罢 转回身 一条腿的油脂伞怪出现 杀掉了成也 第三个妖怪 海房主 海房主传说为海女房的丈夫 头上无毛 身躯庞大 大概有五六尺左右 海房主都出门于海上 在夜晚成群结队出现 或抱住船只河鲁 或扑灭篝火 以此来袭击船只 小只和好友胖仔在海边钓鱼 无聊的小只透过观察镜 看见海面上浮出了一个 黑漆漆的庞然大物 随后 胖仔也从观察镜的缝隙中 看到了那个怪物 两个孩子吓得跑走了 身边钓鱼的大叔 也好奇地捡起了观察镜 从巨浪中 显出一个黑色的巨人身影 那怪物张开大口 从里面伸出 无数双苍白的手 从眼眶位置伸出两只女人头 口中还发出诡异的笑声 钓鱼大叔鼓鼓身亡 第四个妖怪 香女 摄像师阿剑和助理 来到废弃工厂拍摄照片 阿剑在破败的厂房内 看见了一双身穿 红色高跟鞋的美腿 那女人只有下半身 上半身被杂物挡了起来 阿剑吩咐助理 将女人拖拽出来 没想到 这女人巨沉无比 她的脑袋藏在一个巨大的机箱里面 阿剑想要撬开机箱 看看女人的样貌 没想到 直射而出的水柱 将阿剑击倒在地 女人的头终于露出来了 那是一张惨白 且毫无血色的脸 女人不断移动着她的头颅 发出刺耳的奸笑 阿剑和助手 皆惨遭毒手身亡 第五个故事 咕噜怪 咕噜手也叫非同蛮 最早起源于甘宝的搜神祭 是一种可以随自己的意念 游走的场景妖怪 新衣是一名绘画专业的学生 有次在租住的酒店绘画时 正巧看见隔壁阳台上 站着一个红衣女人 看侧影很是绝美 便随手画了下来 可第二天 新衣就失踪了 没再去学校上课 担心的女友去画室寻找新衣 发现她正疯狂描绘着 那红衣女人的身影 觉察出一场的女友 将那些画 全部顺着窗户扔了出去 可画还没有收拾完 新衣却一跃而下 跳楼坠亡 惊慌失措的女友赶忙下了楼 抬起头 发现那个红衣女人 此时就站在阳台上 她的脖子越伸越长 直接搭载了女友的肩膀 女友也被吓死了 第六个妖怪 猫眼 性子的女儿 在家附近的猫公园玩时 收到了一个 奇怪阿姨送的手推车 那阿姨还告诉女儿 车里有猫咪的孩子 让她好好照顾 性子看着这个 散发着腥臭味道的手推车 很是恶心 便推着车回到了猫公园 这里聚集着 大量的流浪猫 声声刺耳的猫叫 让性子含毛炸气 性子干脆把推车 扔在了公园就回了家 可是刚回到家 手推车竟然也跟着回来了 不管性子扔出去多少次 手推车都会跟着回来 最后一次丢弃后 一个女孩 将手推车还了回来 性子看到了女孩的眼睛 那是一双淫光色的猫眼 碍事的性子 被猫眼女孩杀掉了 手推车又还到了女儿手中 第七个妖怪 毒眼 高度近视的护士小美 来到400号病房 寻理查房 她的镜片被意外打碎 看不清东西 模糊的视线里 依稀看见病房中 有个像僵尸一样的人 来回蹦跳 小美以为是病人 病症发作 忙给护士站打去了电话 结果得知 400号病人已经出院了 此时 只有一只眼的妖怪 出现在了小美身后 她睁着 青红色的眼 杀死了护士小美 第八个妖怪 脸幼 脸幼是日本的 假新月地方 传说的一种妖怪 常以旋风的姿态出现 又像镰刀一样 锐利的爪子 袭击遇到的人 被害者的皮肤 虽然会被划开 很长的伤口 但是一点也不觉得疼痛 维修功劳里 这忙里偷闲 和小学徒 炫耀自己可爱的孙女 突然 一股旋风袭来 孙女的照片 竟然被削去了一半 然后是烟头 钢管 都被旋风轻易地割开 身后的角落里 有孩虫的嬉笑声传来 随后 一种形似诱数 手如镰刀的妖怪出现了 手起道路 牢里的身体也被分成了两截 就在妖怪准备袭击学徒时 学徒拿起身旁的 一盒螺丝 奋力摇晃起来 没想到 那妖怪竟然害怕 螺丝晃动的生烟 学徒幸存了下来 妖怪离开时 声称自己还会回来的 后来 学徒将这些螺丝 用红线串了起来 做成了护身符 这个故事 发生在1964年 幸存下来的小学徒 正是小全的爷爷 爷爷坚信 妖怪还会回来找他 所以才会整日 嘲嚷着妖怪来了 他还将做好的 螺丝护身符 送给了小全 再出回小全这边 这天下班 小全接到了国中同学 美加打来的电话 两人已有十年未见 美加热热地邀请他 这周六小聚一下 小全心然答应了下来 见面时 两人刚巧走到了一家 名为66号饭店的地方 便自然地 坐在了饭店一层的 咖啡厅叙旧 两人起初还相谈甚欢 美加还告诉小全 自己马上就要结婚了 可后来美加起身去厕所 小全将他手机 响个不停便接了起来 加欢的头 传来美加未婚妇的怒骂声 这样的男人 根本不能给美加幸福 等美加回来 忍不住的小全 还劝出他 终身大事要考虑清楚 可美加却因为小全 接了他的电话 而大发雷霆 两个塑料姐妹花 随即翻脸 美加说 小全伪善 小全也干脆先犯了旧账 说两人之所以 从好友变得陌生 就是因为美加 抢了自己喜欢的男孩 争吵之际 小全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原来 那个莲幼妖怪 果然回来了 她出现在了小全家的庭院 没了罗斯护身 护身保护的爷爷 也无法与之对抗 最终被莲幼妖怪杀害 担心家人安危的小全 想要立刻回家 可一个坠楼身亡的女孩 正好掉落在了小全窗外 这个女孩是被躲藏在 楼顶的巨人法师吹下的 这是本篇出现的 第九个妖怪 受到惊吓的小全 和美加拔腿就跑 误入了妖怪的异度空间 记忆重现 小全想起 儿时的两人就来过这里 美加还与场景妖怪 咕噜手做了承诺 一旦美加怀孕 就要把孩子献给他 现在美加正巧怀了孕 眼前异度空间 开始极度缩小 666号房间出现在眼前 咕噜手伸长了脖子 要求美加对线承诺 两人仓皇逃窜 逃跑时 两人像走马灯般 来到了片中所有妖怪 出现的场所 最后一站 就是巨人法师出现的楼顶 小全还想起 儿时的两人 为了逃出这里 就在楼顶跳了下去 便推测 只有坠楼 就能回到现实世界 可还未能两人下定决心 就被巨人法师的 深渊巨口吹下了楼 随后又掉进了 由红色往线支撑的空间 场景妖怪出现了 小全拿起爷爷的 护身符甩了过去 护身符击碎了 异度空间的结界 露出了通往现实的大门 刚才 还互相接短的姐妹花 突然互诉中场 美加决定 用自己作优尔 让小全离开 可场景妖怪的目光 却追死着小全 要求她信守承诺 原来 小全也答应过妖怪条件 可是时间太久 她已经记不得了 趁场景妖怪分神之际 小全拉起美加 拔腿就跑 但慢一步的美加 还是被妖怪抓走了 小全幸存了下来 眼前 66号饭店拔地而起 出现了无数双脚 沿着公路离开了 可这场人类 与妖怪的博弈并没有结束 场景妖怪还会回来 让小全兑现承诺 我想 最后小全也逃脱不了 死亡的命运 影片结束 本篇于2017年上映 每个妖怪都是一个短故事 剧情做一些老套 但圣在里面的妖怪造型 各有千秋 比较有冲击力 推荐大家观看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美男子 我们下期见吧